乌战一千天,泽连斯基视察前线 陆军战术导弹AT-7S袭击俄罗斯班图 乌克兰以P-2升长远程导弹 朋友们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4年11月19日 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视频 乌克兰人保加卫国的神圣战争已经来到了第一千天 在战争持续一千天的时候 泽连斯基先后访问了波克罗夫斯克和库皮昂斯克的前线 他视察了保卫这些地方的乌军部队 泽连斯基的面容明显沧桑了不少 他不再是四年前乃有小声的花样容貌 但表情却无比坚定 这并不是他第一次访问前线 在过去的一千天 他曾多次访问炮火连天中的前线地区 比如巴赫木特、莱马、赫尔松、哈尔科夫等地 他的心情和勇敢鼓舞乌克兰军人和全国人民不屈的抵抗一致 战争刚开始时 曾有简中大卫不屑地表示 泽连斯基只是一名戏子 哪有胆量抵抗呢 甚至不敢支持普京的眼镜 而随着战争的持续 我们越来越明白 谁才是战争的硬汉 谁才是一名演员 华盛顿邮报称 最近几天俄军对库尔斯克州控制权的争夺 愈演愈烈 但俄罗斯在库尔斯克州的新反共是混乱的 因为克里姆列宫可能预计 与川普新政府就结束乌克兰战争进行谈判 并寻求收复俄罗斯领土 二 俄方损失 按吴总裁今天发布的数据 到昨天为止 俄军一累计伤亡724,050人 新增1610人 坦克9382辆 新增17辆 装甲车19,092辆 新增33辆 火炮20,632门 新增46门 三 空袭方面 昨晚到今天 吴军拦战了来袭的51架无人机 另有30架被电子栈系统压制 俄军昨晚对奥德萨发动导弹袭击 造成10人死亡 其中包括7名警察 1名医生和2名当地居民 随后 伤者数量上升到55人 其中3人极其严重 另外 由于基础设施遭到大规模破坏 奥德萨的电力供应形势仍然困难 17日俄军的空袭 导致苏美地区11人死亡 包括9岁的伊丽娜 和14岁的纳斯蒂娜 今天 乌军使用AT-7S导弹精确打击 俄罗斯布良斯克境内 卡拉切夫附近的火箭和炮兵总局 第67兵工厂 当地居民称 兵工厂现场传来猛烈的爆炸 以及防空武器开火的声音 布良斯克州长艾里山大 今天早上发布正式报告称 该地区夜间和早船击落乌军 发射的13架无人机 俄罗斯国防部宣布 乌克兰武装部队向布良斯克州的一个设施 发射6枚AT-CMS导弹 俄罗斯防空系统击落了5枚 并损坏了1枚 导弹碎片落在军事设施的技术区域 大火被扑灭 没有受害者 昨天内容我们说 扎布鲁热地区一处大量俄军步兵集中地被摧毁 今天我们找到了视频 值得注意的是两点 俄军首先发射了至少三枚M30A型海马斯火箭弹 这些火箭弹是含有18万个小钢柱的弹头 火箭弹触地爆炸 俄军步兵遭遇密集的钢柱穿过山体 于是大量躺倒在地 随后乌军指挥官大概是静静的观察了一发 然后又有两枚海马斯落地 其中一发落地后 在松软的树林地面弹了两下 没有看到爆炸 另一发配备的是M30A型极术弹药弹头 瞬间释放了400多枚子母弹 因此画面上出现了无数光亮的小点 这些子母弹肯定会将附近的人员和器材 全部摧毁或打伤 看来乌军对海马斯的战术运用非常狭熟 通过将两种弹头搭配使用 达到了很高的毁伤率 俄军虽然人力方面有优势 能持续发动人浪冲锋 但人短期内无法增产 弹药却可以 缺乏斗智的虚有志趣 怎能与钢柱对抗 援助方面 一 乌军在加沙和黎巴南南部 找到了大量素质武器 估计都是俄罗斯伊朗 援助给当地极端武装派系的 以色列议会提出了一项新法 第一 将从黎巴南和巴勒斯坦 缴后的所有武器移交给乌克兰 二 以色列提供的乌克兰预警系统启动 已进入最后阶段 乌克兰驻以色列大使宣布 作为对乌克兰援助的一部分 以色列完全提供了建立空中威胁 早期预警系统所需的一切 乌克兰现在正处于部署这项技术的最后阶段 乌克兰驻以色列大使克尔尼切克 补充说 乌克兰和以色列正在与一个共同的敌人作战 并指出两国的战争似乎是从一个中心协调的 他还强调两国拥有共同的盟友 三 乌克兰国防部长乌米罗夫宣布 扩大海王星悬航导弹的批量生产 他还表示 已经增强了这种导弹打击更远距离目标的能力 乌米罗夫重申了子连斯基前不久的声明 表示 乌克兰今年已经生产了首批100枚导弹 我们从其他一些消息渠道了解到 乌克兰目前每个月可以生产10到15枚导弹 乌米罗夫还提到乌克兰正在开发新的导弹无燃机 包括之前已经披露的面包飞弹 乌克兰自行生产远程导弹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 近的来说 乌克兰人如果拥有足够的导弹 就可以摧毁克制大桥 远的来说 乌克兰人拥有的导弹越多 俄罗斯人就越没有办法在靠近前线的地方 部署物流枢纽指挥中心和机场 这将导致他们向一线越送物资的效率极为低下 也将导致俄军更难对乌克兰投掷花巷炸弹 我们相信 在盟国提供高级件零部件和资金的帮助下 乌克兰人肯定能生产越来越多的远程导弹 从而一点一点的扭转战局 今天是乌克兰反侵略战争的第一前天 我们从2022年2月开始制作俄乌战况视频 从没有间断过 我们牵眼目睹了乌克兰人是怎样扛住俄军实陆突进 击乘莫斯科号拿到海马斯鲍尔和F16 收复哈尔科夫和赫尔松 并与俄罗斯军队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战斗 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在此期间 乌克兰武装部队收复了42,520平方公里的国土 俄军损失了72万多人 9000多辆坦克 2万多门火炮和19000辆装甲车 乌克兰防空部队摧毁了俄罗斯人发射的2753枚巡航导弹 和19073架沙西的无人机 至少11743名乌克兰平民死亡 24614人受伤 有590名乌克兰儿童丧生 刚刚获悉 乌克兰陆军司令帕弗柳克中将成 乌克兰陆军的人数增加了两倍 目前虽然有各种困难 但乌克兰仍有50多个坚定支持他们的国际盟友 这些盟友每天都在不断向乌克兰提供各种武器 弹药设备和必需的资金 他们还在外交和社会层面向乌克兰表达着支持 反观俄罗斯 虽然也有伊朗北韩的小伙伴提供帮助 但总的来说 在国际上已经换成了孤家寡然 国家元首没有办法出去访问 各国拒绝给他们的交通部长和飞机加油 银行利率更是高到不可持续的程度 他们必将迎来胜利走向无比光明的未来 这是一千天的泪水和失落 也是一千天的希望和反斗 永恒的荣耀归于战王的英雄 我们已经看到 俄罗斯人正在做最后的挣扎 胜利必将属于英雄的乌克兰人 乌克兰尚在人间 荣耀属于乌克兰 让我们继续一起见证 继续一起见证